尽管美国处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重 但其城市交通系统却比较落后 很多公路和铁路修了几十年还无法完工 例如2022年3月 明尼苏达州开始审查西南走廊轻轨项目 该交通项目最初于2011年9月 由联邦运输管理局批准 当时估计开发成本为12.5亿美元 与所有主要的交通计划一样 前期成本相当高 因此也导致各方意见不统一 造成融资困难 明尼苏达州有一个小而高效的现有地铁系统 西南走廊将大大缓解公共交通压力 但是该项目现在比计划晚了9年 审计员估计由于成本超支 总成本增加了一倍多 达到27.4亿美元 虽然美国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正在支付其中一些额外费用 但仍有约5.35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类似明尼苏达州西南走廊项目还有很多 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的年度报告评估 45%的美国人无法获得交通 大多数现有系统已经破旧或者正在老化 美国货运铁路网横跨22万5千公里的路线 由7条一级铁路运营 支持着一个价值800亿美元的行业 被广泛认为是世界级的 但是今天美国的铁路乘客数量 只是其他国家的一小部分 甚至连意大利都比不上 高速铁路在美国没有什么市场 美国高速铁路的计划 可以追溯到1965年的高速地面运输法 美国只有一条高速铁路 连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阿希勒特快 在部分路线上达到每小时240公里 但其平均速度仅为106公里每小时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第一批 获得高速列车的国家之一 但这种运输方式未能在美国发展起来 当美国人在城市和州之间移动时 他们倾向于乘坐汽车或飞机 现在由于电动汽车和合成燃料的出现 美国更不愿意花费巨资建造任何额外的高速铁路 在美国发展交通的一个主要挑战 是分散的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分歧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规 例如 州际公路由联邦政府资助 但是当联邦资金到达各州时 每个州都会优先考虑 立于自己的事项 在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办法整合和协调跨州合作项目 很多人对是否要在他们的房子旁边 修建一条道路 有自己的发言权 这也是导致美国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变得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大型交通项目 需要克服三个主要障碍 资金 通行权问题和跨市协议 显然美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后两个问题 他们很难协调一致 好 谢谢 你 没有 有 会儿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